被动原件大厂国具10日五盘最高来到824元,再创新高价,股价仅次于大立光,站上股后位置。 不为国具董事长辰泰明,中央社档案照片中央社记者中龙峰台北10日电被动原件大厂国具五盘最高来到824元,大涨7.1%,不仅再创新高价,更一举超越信华和精华, 股价仅次于大立光,站上股后位置。 日本基层陶瓷电容MLCC大厂规划调节老市产能,强攻车用电子领域,造成全球消费电子应用MLCC供需出现缺口,市出大。 量的中低皆MLCC市场空缺,市场预期台厂包括国具,华兴科和和申堂可望受惠市场电子组装代工EMS客户转单效应。 展望后续营运动能,国具指出,受惠高阶车用电子及公规产品出货比重提升,高阶客户需求强劲,力。 机型产品扩产效益显现,高效能运算主机及高阶智慧型手机拉货畅望,公司营运渴渴望续创佳计。 展望今年营运,外资日前罕见出具报告指出,国具是全球最大晶片电阻R奇普工。 硬商,市占率达到34%,也是全球第三大基层陶瓷电容制造商,市占率达到13%。 国具可受惠被动元件强劲上升周期,预估今年国具每股税后纯益可超过56.5元,明年上看66元。 外资预期今年国具整体业绩有机会突破480亿元大关,渴望较去年大幅成长45%到50%,续创历史新高,业绩和获利有机会逐继成长。 在产能布局,从MLCC来看,国具预期第三季到第四季月产能可到500亿颗。 在晶片电阻部分,国具预估今年9月月产能可到1200亿颗。 国具也持续扩充高精密厚膜电阻、薄膜电阻、电流感测器等,因应工业和物联网、汽车等应用需求。 编辑,杨梅宁1070510